人生智慧 身体健康是无比的财富 我听过一句非常有真理的话 世上没有比健康更好的财富 没有比内心快乐更大的快乐 对,就是这样 健康是生存的本钱 人到中年把身体照顾好 小生剂子病 找去剂探医院 就是在赚钱 人总是有个粗嘴 因为手里的钱 存在银行里的钱 才是真正的财富 不一定是这样 其实人生的财富分为两种 一种是闲心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像我们存在银行里的钱 或者受伤的钱 我们能碎是看到的 但还有一种阴性的财富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财富 比如说健康 人没病的时候 根本意识不到这种财富 那一患了重病 就会明白什么再是真正的财富 健康的身体就是一笔财富 但是人呢 很奇怪 年轻的时候拿命争钱 年老的时候拿钱换命 我认为金钱的成本 不应该是健康 别拿健康去还钱 万一身体出事了 一切都会贵了 一定要记住 健康不是自己的事 而是自己的责任 需要明白的是贫穷和富有 就是一场病的局 我们努力赚钱的速度 永远干不上在医院花钱的速度 所以说 健康是无比的财富 健康不是第一 而是唯一